12月2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与中国移动拉萨分公司合作共建的自治区创业浮化示范基地正式接牌运营 在示范基地内刚入住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西藏永中拉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在崭新的办公室做视频剪辑文稿编辑等工作 基本的办公条件免费的提供将对来说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这边整栋楼都是年轻创业者以后交流然后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的功能配置都是很齐全的 参加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一个电商培训 电商的一些创业流程还有包括一些开店的一些实际操作 我觉得通过这个培训让我今后的创业之路走得更加顺畅 位于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院内的自治区创业浮化示范基地 是目前我区最大的创业浮化基地 建筑面积共有5000多平方米 预计能够入住80家创业企业进行浮化 基地还将引进专业机构负责运营管理的创业服务平台 目前28家大学生创业团队已经入住 西藏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基础 创业的政策 创业的这个就是平台 实际上我们为园区打造了这个独特的这个线上化的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平台 能够使得创业者能够更加这个高效 然后更加快的连接全国甚至全球的这个资源 然后助力它的创业 据了解自治区创业浮化示范基地 将吸纳以西藏级高效毕业生为主要群体的 有志于创业的我区各类群体入住 创业企业项目入住后 将享受自治区创业浮化示范基地 免费提供的经营场地 基本办公条件和后勤保障服务 下一步呢 不光是要引入这个创业 这个浮化的一些项目 同时呢 对于这些浮化的项目要提供一整套的服务 包括这个征兆的办理 投融资的对接 项目的筛选 技能和创业的培训 等就是让广大的创业者 有一个更好的创业的环境 感谢观看